大家好,歡迎到我們日更頻道。 我們這一集都睇點以巴衝突相關的資訊。 這個以巴衝突竟然是開始蔓延到快餐界。 為什麼蔓延到快餐界呢? 還說以色列的麥當勞都出手, 而中東多國的麥當勞同時都反擊, 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根據新華社的報導, 以巴雙方在這一輪衝突中死亡人數超過4500人, 傷亡總數一早已經破萬, 而在加沙地帶全面戰爭幾乎是一觸即發的背景之下, 以巴衝突是外日到全球各個各落, 有不少國家是因為以巴衝突發生血腥事件, 譬如歐美亞或各大城市街道校園雙方支持者, 是有發生不同程度的衝突。 現在中東地區的麥當勞門店, 亦都因為以巴問題公開站隊, 而在美國芝加哥的麥當勞總部表示拒絕評論這事件。 在上個星期以色列的麥當勞宣布, 為以色列軍人免費提供餐飲, 而且軍警部門人員只要進去他們店舖便可享受五折優惠。 這個動作在阿拉伯世界引發很巨大的爭議, 在這一連串抗議聲中, 黎巴亂的一家麥當勞店亦都被破壞了。 幾日後,阿曼麥當勞吹響反擊浩國, 宣布為加沙人民捐款10萬元美金, 這舉動得到很多中東國家的麥當勞分公司響應。 而這件事最早在當地時間的12點, 就是以色列的麥當勞宣布每日定量向國防軍贈送免費餐食。 他們就用一封用希伯來語所寫成的公開信去講, 就是麥當勞向以色列的國防軍、警察、醫院、 邊境地帶受到影響居民和所有救援部門人員 總共捐贈幾萬份的套餐。 然後他們就將會繼續每日向全國各地部隊 捐贈數以千份的套餐。 另外還會為前線門店的國防軍士兵 和安全部隊人員提供5折的折扣優惠。 而之後去到15號, 以色列的麥當勞亦都再發佈了一個貼文 是詳細解釋了對以色列軍隊的支持計劃。 他們就說會將新開的5間店鋪 專門開闢出來做一個專用廚房, 每日計劃向國防軍提供4千份套餐。 他說到今日為止已經提供12000份套餐。 根據貼文內容顯示, 他們就開了一輛麥當勞車直接開入軍營。 那些士兵還說收到這些麥當勞套餐很開心。 也有麥當勞工人不停地打包這些套餐 送去以色列南部軍事基地。 但是來到現在這個時候, 以色列的麥當勞已經是將他們各個社交平台的帳號 設了做私密帳號, 即是說你不能再看之前所發佈的內容。 可能這一件事是被總公司吵, 你這樣搞的話是引起矛盾引起爭端。 如果你是自己好主動這樣做, 可能會有一個公關災難, 因為是會引起人家抵制的麥當勞。 跟著在推特平台上, 有很多網友呼籲抵制麥當勞。 有個用戶就說, 如果麥當勞只向以色列各防軍提供免費的套餐, 而不向那些受影響的加沙平民免費送餐的話, 他是認為全球所有支持巴勒斯坦的人應該抵制麥當勞。 當然, 亦都有不少評論是支持以色列麥當勞的舉動。 有些用戶就說, 日常飲食不受影響是很重要的事, 你們做得好啦。 這個是用來讚他們提供餐飲給以色列的軍隊。 而挪威難民委員會駐耶路撒冷的分支機構主管就說道, 說以色列已經切斷了加沙地區的水電供應和通過封鎖, 令到當地人口大規模挨握這種人道主義災難的背景之下, 麥當勞再宣布為以色列軍人提供免費餐飲, 好容易引發人情緒化反應。 去到13號, 黎巴嫩一間麥當勞門店附近, 就有幾百人一起抗議以色列麥當勞的舉動。 其中有一些示威者抗議者打爛了這間店, 這件事未有造成人員傷亡。 而當地媒體報道就說, 他們對麥當勞這一種跨國企業這樣選邊站的現象非常之憤怒。 去到當地時間14號, 阿曼麥當勞的母公司就發佈聲明, 就說向加沙人民捐了10萬美金。 然後亦都說了一句, 就說我們會在這個困難的時期選擇跟加沙站在一起, 就說大家共同努力盡他們所能去支持加沙社區, 而阿曼麥當勞的官網聲稱, 他們阿曼的門店是100%由當地資本運營控制, 跟以色列麥當勞是沒有任何關係。 同時,他們麥當勞聲稱不會干涉政治, 就會以一個中立原則, 和不會為任何商業利益而去採取任何政治立場。 而他們亦都說到, 以色列麥當勞是由當地企業家控股, 所以他們對以色列軍隊提供免費套餐是他們的私人行為, 就不能代表麥當勞這個國際品牌的官方立場。 而且他們以色列麥當勞做這件事, 是沒有跟阿拉伯世界的麥當勞連鎖經營者有任何溝通, 即是說不關他們的事。 難怪不得以色列麥當勞他們的社交平台現在全部都變成私人狀態, 不讓人去查之前出過那些鋪文, 很有可能這一個就是所謂的公關災難, 總公司叫他趕快收起他。 而沙特阿拉伯的麥當勞分公司亦都說到, 他們右向加沙捐贈了大約是53萬的美金。 而他們公司亦都發佈一個聲明, 就說沙特麥當勞的經營方同所有者, 不會對各境以外的麥當勞連鎖店的行為做任何負責。 而跟著來亞聯酋的麥當勞亦都承諾會出27萬左右的美金去做一個救援活動。 而麥當勞在土耳其的營運商就提到, 他們已經向加沙捐贈, 即是說現在這個以巴衝突是慢慢演變成為中東和以色列的二元分化, 然後外日到出來。 你看到,就算在其他國家都開始有巴勒斯坦和猶太人的慘案發生。 而除了這些慘案之外, 現在來到快餐店麥當勞, 一個跨國連鎖企業, 不同國家之間的立場都分得清清楚楚。 好了,今集和大家先看到這裏, 大家有什麼想說呢? 下面留言吧, 我們下集再見吧,拜拜!